大家好 我叫王宁 今年25岁 现在就读于商务大学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专业 我比较热心公益 然后就是之前大学期间参与的社团 基本上都公益性质的 也去黑龙江织过教 我的工作心得是复杂事情简单化 简单事情极致化 今天来到菲尼莫署这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总经理助理 或者产品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好 王宁 25岁 想应聘的是总经理助理 对的 和产品经理助理 对的 因为我本身学的是战略管理 如果让我自己去工作的话 可能不太合适 没有机会 那么如果是做总经理助理的话 就是说基础的事情 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些 日常安排 会议安排 或者准备会议材料等等的 在业务上的话 我可以用我所学的东西 去给它充当一定的智能 你为什么考研 因为我当时是本科毕业之后 先是在国企工作的 好啊 然后工作了一两年之后 就是感觉还是想离开 为什么 第一个是这个薪水不太乐意 多少钱 也就是八千左右 而且基本上是全包括了 机场 对 15年到17年 你是干什么工作 做一些项目管理 机场工作不挺好的 挺好的 其实这也是我离开机场的原因 我离开机场是因为我觉得 我离开之后可能会过得更好一些 为什么 我能够 你不渴望赶紧上班挣钱吗 当然要挣了 你是来自农村 农村 家里几个孩子 家里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弟弟 对啊 所以你应该很渴望挣钱 回馈父母啊 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啊 但是你如果考研的话 你是全日式的考研那个 对 对吧 你是没有时间工作的 我是做兼职的 基本上就是我其实从大学开始 就没有从家里拿过钱了 所以你这个考研的原因 是因为不满足于现状 对 想多学点东西 对对 你是哪一年毕业考研 明年 明年毕业 今天也是来找实习的 今天想找一份全时工作 因为秋照开始了 也该找正式工作了 那你也只能签本科毕业生的合同 对对 你刚才说你做了支教 是去哪儿支教啊 去了黑龙江省 加木斯是华南县 驼妖自镇的一个山沟沟的人 是自发去的吗 对 自发去的 因为其实有些学校 他们是就是需要组织联系好的 我们当时是我们班几个同学 就是比较感兴趣 然后就是说自己联系的 自己去的 因为是本身是工艺性质的嘛 我们就是决定就是坐车 只许买硬座 不许买卧铺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车上 有几个女生 晚上比较困嘛 我们男生自发的就是 给他们让位置 让他们能够躺在 睡觉长一点那个地方 让他们就是晚上 多休息一会儿 到那之后 发现那条件比我们想象的 要艰苦很多 我们当时是十个男生 四个女生 去了之后我发现 十个男生就住在一个 学生宿舍里 而且那床板都没搭齐 我们是在旁边 另一个没人住的地方 然后把床板拆下来 我们自己搭起来的 其中一个同学 他睡的那个 窗板可能还不够长 晚上还掉下去了 我们虽然说 只去了一个多月 没几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 还是给他们 带了一些东西 让他们知道 外面的世界和这里 是有一点区别的 虽然我不建议说 绑架每个人都 直觉时间太长 但也不能太短 如果你去 只是让他们 扒着锦盐看一下外面 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不利 对 你到底面试的是 总经理助理 还是总经理秘书 就是想面试助理 因为什么 我还是想发挥一下 就是我专业上的特长 但是你从来没有 做过高管 没有做过 所以你要做助理总经理 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你只能从秘书做行 对 要求薪资多少 一万家 有地域限制吗 地域限制没有特别明显的 就是这个北上广深天津 是这样的 王宁 你是2020年的六月盘毕业 对吗 对的 对 所以首先要告诉你的是 你现在只能签实习 因为你是在校的硕士生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觉得你整体可能看是想得很明白 但实际上就像图老师所说的一样 说你现在虽然你是学企业管理的 但是到企业当中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够脚踏实地地 一步步去走可能会更好 那这个的话 其实你的社会的惊讶还是不够的 这两点是我在第一轮想提醒你的 好的 谢谢 他的薪资一万不高吧 高了 他如果是毕业之后一万是不高的 他大概一个月应该多少钱合适 最高六千 愿意调整吗 实习工作是可以的